我说你是个老不死 没有鱼吃给你吃 没有鲍鱼给你吃 只不过没有冷气 你就这么鸡歪 早知道你是个土豹子 我请你吃鲍鱼 我恰你假傻 这个长相酷似小编的男人名叫苍蝇 这天是他弟弟阿西结婚的日子 因为没钱 只能将酒宴设在气温高达45度的天台上 如果不要包两千块钱那么多的嘛 我怎么知道他会对天台情侦那么穷酸呢 没有冷气的夏宴 宾客们纷纷闷热难难 其中最不爽的就是阿西的岳父大人 自始至终都是面无表情 甚至连筷子也不愿动一下 哪怕是小两口找他拍拳家服 他都嫌太过丢人不愿拍照 不停地叫老伴吃完走人 没有钱啊 就别白酒请客 在天台请客 真是带不像话 然而这些话正好落在了苍蝇的耳朵 只见他静止来到桌前 我说你是个老不死 没有鱼吃给你吃 没有鲍鱼给你吃 只不过没有冷气你就这么鸡歪 照我的意思 你只配吃条乌锅鱼 早知道你是个土豹子 我请你吃鲍鱼 我恰你小赛 你这个混蛋你不想活了 你居然敢拿走一丢啊 你不要拦住 这让原本就寒酸的婚礼变得更加糟糕 幸亏苍蝇被华哥及时拉到一边 在一番好言相劝之后 苍蝇也认识到自己太过冲动 于是便对弟弟阿西许过 等自己赚到钱后一定会帮他找回面子 事实上苍蝇也是一个有理想报复的亲民 不过他的理想却是有一天能够成为社会大哥 然而每次不管办什么事 所有的烂摊子都要滑载这个王大来替他收拾 转眼数月过去 同一帮会的人马找上门来 告诉华哥苍蝇界的水钱已经拖了好几期利息 你回去告诉他你 关于那笔账 我会问苍蝇 如果真有 我明天带苍蝇去肠子捣蛋 欠占还钱 这是人之常情 华哥带着苍蝇来到对方地盘 他首先付清了本钱 并与诺日后付清利息 怎料同一社团的拖逆根本不给华哥半分面 八千本金变为一万三 必须在今日偿还所有本息 他现在真的没有 再拖两钱 还要再拖两钱 你要等我撬了再烧给我 现在这个账我扛了 我现在身上也没钱 过两天我亲自打了这 连个万二八千都没有 你怎么做你家老大 我是看你有钱 我才陪你坐这聊着 做老大哪有像你这么巧 同事社团一个备份的扛办 华哥就这样被一顿奚落 憋了一肚子火的他一言不发走向 操起一把大砍刀架在托尼老板脖子上 我现在有点困 想向你借点钱 老板未求自保也是爽快答应 托尼看到老板被抓也不敢乱 苍蝇也借着这个机会 狠狠地羞辱了托尼一顿 这两块钱 赏你的 就此双方两子算是结下了 画面一转 茶餐厅中苍蝇正在找对方要找 二人谈判已经持续了几个小时 对方依旧是一毛不拔 就在这时华哥从外面走了进来 谈了几个钟头了还得去打 那该死的压迫感 瞬间让对方的胖子彻底折腾 随后便拿着钱潇洒地走出茶餐厅 紧接着华哥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来到夜店 本打算约上女友一起去宵夜 却不曾想女友说自己刚刚打掉了她的海 两人在一起六年 除了整日的提心吊胆就是孤独 结婚更是遥遥无期 更令她心碎的事 连堕胎的费用都是借她母亲的钱 她已经下定决心放弃这本悲哀的男情 被爱情打了一巴掌的华哥醉酒回家 失恋的痛苦使她将捉一板凳当作宣泄的对象 可她这神经病的举动 却惊醒了睡梦中的阿娥 华哥是她的远方表哥 应受亲属之委托到望角求医 这才暂居华哥家中 阿娥一眼就看出华哥失恋了 怎料被戳中痛点的华哥 借着酒精一把将阿娥按在了墙上 片刻华哥这才反应过来 她是自己的远方表妹 但她还是提醒了表妹一句 再说那两个字就会让她滚出去 也许是同情表哥的失恋 也许是被表哥的霸气所震慑 今夜 阿娥无眠 她不敢相信 一个在颜值上能让小边避其锋芒的男人 面对感情也会如此脆弱 另一边 阿西英打台球输给了升翻三千块 于是便找来大哥苍蝇替其出头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连球杆还没碰到 对方只用单手就一倾台 眼见遇到高手 苍蝇就开始耍赖 可作为和山鸡争夺屯能化石人的升翻 又怎会这样被耍 结果二人被升翻追了八条街 阿西被揍得鼻青脸肿 升翻一把夺过皮夹 打开一看差点没哭出来 愤怒的她随手捡起地上的玻璃片 快步冲上前去 手中的玻璃片随之划破了苍蝇的胸口 第二天 酒醒后的华哥头痛难了 他来到客厅看见阿娥正在那里包苹果 想起昨天晚上的酒后行为 他感到有些羞愧 见阿娥终日待在家中 便就提议晚上约他出去走走 来弥补自己的过程 阿娥抹上口红 然后又轻轻地擦去 却也无法掩饰内心的一丝嫉妒 华哥看着淡抹珠唇的表妹 不禁也让他的心里泛起了一丝波澜 正当两人准备出门时 不料却被冲进门的苍蝇打忘了进门 华哥见状 立即将苍蝇扶进房间 随即便将金创药撒在苍蝇的伤口上 伴随着苍蝇的剧烈惨叫 华哥独自来为苍蝇暴走 路边的夜宵摊上 不知危险已悄然逼近的生犯 正和手下兄弟们拔酒年欢 华哥满脸杀气一把将桌子掀翻 然后拔出一把短刀 飞身砍向生犯 然而却被一旁小弟将他拽了回来 由于对方人数优势 刚起身的华哥就挨了一记重击 但华哥却越战越武 一时间对方人马竟根本担不住 他目标明确直奔生犯而去 就在对方操起菜刀之时 华哥手起刀落 将苍蝇胸前的那一刀还给了生犯 对方小弟眼看华哥出手如此狠了 纷纷都不敢再上前一步 然而另一边的阿娥却在家坐立不安 他一听到警笛声就飞奔而出 再回来时 却发现华哥已经换好了衣服 一颗悬着的心也就此放下 你没事吧 强烈的好奇心作祟 让他忍不住轻轻推开门窥视 怎料华哥再一次将他推向墙边 和上次不同的事 这一次他的眼中满是温柔 二人不言不语 暧昧的氛围 让情窦触开的阿娥不知所谓 本以为气氛已经烘托到这里 肯定会发生点浪漫的事 奈何王家卫导演让二人就此打 华哥只好接过阿娥手里的烟 道了医生晚安转身离去 第二日早上起来 阿娥已做好饭菜 并留下一封书信 他的检查结果已出 医生告知一切正常 并告诉华哥 帮他买了几个杯子 怕他再将杯子打碎 还特意将其中一个杯子藏了起来 还叮嘱华哥 当你哪一天要用到那个杯子时 再打电话给我 阿娥为他找好了打电话的借口 可华哥却迟迟没有给他打来一个电话 因为他很清楚混迹社会的自己 根本无法给予对方任何承诺